戴上你的耳机 泡上一杯咖啡 合上你的眼睛 欢迎你来到Cincya热可可的谈话频道 这集不是放你的吗 对啊这集放我这啊 难得耶 害我好紧张哦 想说诶这次换我当主持人了 你会讲一讲然后忘了是放自己的频道 和本性露出 然后开始歪楼 诶我忽然发现其实当主持人没有那么容易耶 你知道吗 因为你知道当主持人心态跟当来宾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当来宾啊就是 就可以专心听主持人一直在那边拉迪赛 然后自己不出声都没有关系 可是忽然自己当主持人的时候就忽然觉得 好像要开话题 然后如果话题开不好来宾还会忽然 现场静默 不想回答 那就很可怕你知道吗 对啊全场沉默 对全场沉默 对然后而且 你知道一女队两男 你知道男生的话题跟女生的话题就不太一样 但是今天这个话题应该是我们三个人都可以聊的啦 对啊 因为那天就是跟你在那边聊这个 你要先关 你要先跟观众讲先要讲什么话题 对啊 你还没说你还没公布什么话题啊 你知道你在讲什么 我们就开始聊 听着我想说 你一生还是又跟我吐槽 不是 你这样反正会confuse 要知道我们今天聊什么话题 请自己看标题 哎呦 剪片是我 你们在那边紧张就屁个牙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回到CCR热可可的谈话频道 今天晚上要聊一个跟 诸位选子很有关系的一个话题 然后我请到两位大前辈 针对他们自己工作的经历还有学历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故事 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位是达特嘴哥地图炮 的嘴哥大家好 那我其实不是什么前辈 然后第二位是史塔克实验室 的家豪 家豪现在不刷听得了吧 没有啊 听得很难用好不好 他现在就是刷另外一款 然后都找到一些很优质的 所以我们今天内的业配是 今天业配凶我还没有找到啊 但我个人觉得我应该可以 当tinder代言人 你不是已经写过好几个 那个了吗 你大学的时候用哪一款 我大学的时候还没有用过 交友软体啊就BBS啊 哎现在是要延续上次 我们还没有公布的那一集吗 微分2.0就是了 这一集播出的时候应该就公布了 哎不过我先敲回来 既然你说要聊今天的主题吗 一接回来 就是想要跟各位观众 说明一下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什么 好不好 就是因为那天就是在跟嘴哥巡聊嘛 我们就忽然发现说在上一集我们闲聊的时候 就是一个是物理系一个是机械系 然后我自己本身在大学的时候是气管系 一个是文科然后两个是理科 然后就是好像学习环境跟接触的环境都不太一样 人事物也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就想说 哎今天大家三个来凑起来聊一下 然后聊一下 哎为什么当初会选这个系 然后为什么 自己在学校发生一些趣事啊 还有出了社会是不是真的能够用得到 这几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家好你应该接触还蛮多学生 对不对 现在 蛮多的吧 对 那他们通常会请教你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私底下 我分享最近有一个学生刚好问我 你就问一问的很好 因为最近有学生突然敲我在问 他问我说怎么去保持学习的动力跟热情 应该说 因为他看我一直在学习东西 然后又有在接触新的东西 可是他们 有些人出社会之后 可能就会停滞或怎么样 然后会觉得想学东西就没动力 然后看着大家真真日上 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 然后那你怎么回答他 我讲了超 我讲了超久 我讲了半个多小时 才一个小时 我觉得 你有让他去喝水吗 哈哈 啊有用吗 不重要 我觉得没什么用耶 所以我觉得最近也在想说 可以听听看大家讲的是什么样子 因为其实 就是就不外乎那些老生常谈啊 就是你要嘛就是设定一个你有热情的目标 要嘛就是你一定要有学习动力嘛 那再来就是靠你的外部的一些朋友读书会 或者是学习环境 比如说英文的话就像整个把自己丢到了美国 他的英文一定就很棒 然后他们他读的高中都在讲英文嘛 那英文就很棒 嗯 像是怎样 可是我好奇问一下 就是问你这个问题的人 他是高中生还是 没有拿出社会了 因为我教的那个学生 就是我有教国高中生 现在在大学了嘛 那我也有教一些社会人士 那刚好前几天问我的是社会人士 那他是大学毕业还是硕士 毕业了毕业了 大学吗 呃硕士硕士 哦 他你要硕士还不知道 可是我觉得很多众人耶 他是 他的状况是对自己的工作失去热情啊 还是说他觉得你做得很好 所以他很羡慕你 比如说我在开岛的时候 他就会想说 他在 他现在在台商嘛 他就想说 想要增进一些英文或者是一些城市能力 然后跳到外商 可是他去补一些补习的时候 会发现他很难 融入 或者是持续学习这样子 嗯 根本就没兴趣吧 那是因为台湾补习班就烂啊 你 你问嘴哥 嘴哥你那时候去美国之前 你有在台湾补习班补过英文吗 他不需要 他真的不需要 没有 你不需要 真假的 物理系都爱教英文吗 没有他英文很好 我有补啦 我有补那个 GIE啊 就是 要考GIE 因为我那个时候考GIE 还是提酷啊 什么的 然后他有一个 就那时候是方友谊啊 直接名字讲出来 老方现在可能没有教了 但是有系统的 帮你整理 怎么 反正那个是为考试而生的 的 的一种补习班 那实际上对英文 你说的方友谊是真的有这个老师的名字是不是 方友谊吗 嗯 有啊 以前我那年代都大家都补老方啊 啊现在他可能退休啊 没教了 现在好像另外一家 我一直不知道哪一家 哦 因为我没有 我完全没有补过像托福GIE 但是应该都是南洋街那一块吧 对 就在那附近 可是你有补 就是你有补了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你补完以后 真的觉得对你考试很有帮助 GIE的确蛮有帮助的啊 可是因为我没有 考那个都是考提型吧 你那个都是考提库吧 所以他应该会教你一些方法 我当时GIE就是考两个东西 一个是大方向是 第一个考数学 第二个是考语文能力 那数学的话 其实以台湾人来说 你大概高中毕业考数 就理工科啦 理工科考数学 基本上大家的标准是满分 就基本上都拿满分 他文组就不一定 英文方面我 你是要一个论侯堂吗 你是要开赛吗 太多谈太早起来了 英文方面 开赛 好让我讲 英文方面 我当时现在可能改了 我当时考 第一个阅读 长阅读短阅读 然后再来是考智慧 类比 同意反译 然后好像还有填空吧 那主要就是 去抓类比的 就是这些智慧 那你看到题目 大概就知道 要填什么字 然后就直接写这样 就是把他会cover到的 智慧全部背下来 就这样 长阅读短阅读 就算了 那还有写作啦 那你那个时候应该不是要念物理系 你应该可以去专告法律系啊 我觉得法律系超会背东西的 法条啊 那些什么什么鬼东西的 超会背 我帮他补 因为去补托福跟 GRE其实都是这样子 像托福的听说读写 那个听读跟写 他也是教你一些 Template 然后你就把你的单字 放进去拼一拼就好了 对对对 写作也是有一个模板 就背下来 他提醒就那样 就看题目有什么变化 你就 就差不多去讨 啊其实补这个啊 是所有出国人都要考啦 不是说 这跟是不是英文没有关系 他就是一个 每个人都要考的东西 对去美国好像就一定要 托福 GRE都要准备好 因为我表姐也是啊 我表姐以前在那个 中正大学数学系 然后他算是 数学系的第一名毕业了吧 然后他那时候就是 可是他英文很差 他台中人 可是他可能就是 因为有一些腔调来怎样 加上对英文真的没有 很大理解能力 所以他能够到美国念的博士之后 他还是 一直不断的在补考 托福 我不知道为什么 到了美国之后 还可以再补考托福这件事 我有点不太理解啊 我补充一下 因为有一个东西叫做 条件式入学 他会先看你的 以前的过往的条件 然后到那边之后 再上语言学校 再补考托福 哦 了解 所以他觉得 如果你够优秀的话 你先进我们学校 然后之后这些再补过来就是了 对 你怎么这么清楚啊 奇怪 哎 哎 哎 对啊 不是你 你家好这样讲我 我我会以为你有念过哎 对啊 什么时候来的 没有研究过 所以你有成绩想念就是了 有啊有啊稍微研究一下 那你现在就去念啊 你干嘛还等 他都已经毕业啊念 哈哈哈哈 博士 哎 等一下 你现在是博士生还是 没有啊找到毕业了 他都顶天了啊 念什么第二个 第二第二 第二个master 可以念MBA啦 去念那个 钱太多 MBA没必用啦 去交朋友 MBA有用啊 去交朋友的 有用啊 至少可以拿到留下工作的机会 台大EMBA真的是去交朋友的 全世界的EMBA都买交朋友的 对啊 但只是因为 在台湾比较有名的 就是只要是职场上的人士 只要有钱的 都会去念台大EMBA 我认识的都是这个样子 都是去换名片啦 对啊 就像你讲的 好 可是接下来你说 那个 就是他已经在上班的 业外 就是业内人士 请教你这些事情 他是觉得自己不 自己心水不够好 英文不够好 他想跳到外上的意思就是 对啊 对啊 拉回来 我觉得我给他的 我给他的评论跟建议是 我觉得 他可能设定的这个目标 不足以支撑他去学习啦 嗯 他的目标是什么啊 好奇问一下 不涉及隐私的状态之下 那刚刚你自己有讲 就是 可能会拿个比较好的薪水 或比较好的地位 哦 那我觉得 因为这不是他的热情啊 对啊 我讲一下好了啦 我觉得 我看法刚好是反过来 因为 因为很多人走出了强迫学习的系统 就是学校这个系统之后 嗯 他就不具备自动学习的能力了 因为没有人强迫他了 对 那刚才讲他这个目标了耶 嗯 对 所以说他有一个需要 就怎么讲 他想要升职 他想要提高他的收入 所以他觉得他需要学习 但是 真正 呃 重要的是 你自发性的想要去探索这个世界 或是学习新的东西 那从学习到这个新的东西 不是自发性的巴结老板 跟那个跟老板social这样 对 那个是要学另外一个东西 是要学怎么 那个 要学怎么拍马屁 这个也是蛮重要的 另外一道经的书 对 但他问家好的应该不是这一块 斯大哥你刚刚说什么 我忘记我说什么 刚刚一定做一个非常关键的话 然后又故意假装忘记 装死 没关系 音讯是分开来的 你可以到时候再提 好 但我 我该意思是 就是因果反观 因为如果你一直有在做 自发性的学习的话 嗯 你未来自己想要做什么 其实你会很清楚 就不存在 他想要问家好的这个问题 他就不会去问这个问题 可是我觉得很多东西 比如说我一次发 我一次学五样东西 我一定有学的比较快的 比较慢的 或中途防弃的啊 我还是会有这种事情啊 嗯 家好的意思是说 就是人总是会有一些 自己的兴趣 然后刚好那一刻就学的特别好 对不对 对 然后也会达到终点 可是我觉得 我给他的建议还有一个是 要设定一个好玩的目标啦 嗯 然后自己是有兴趣的目标 等你 就是 你看到那个目标 你才会有一直会有兴趣跟动力去支撑你达到那个地方去 比如说有些人 我有一些国高中的学生 那个时候跟我学派上 就学程式的时候 他们学校 用了很多无聊的template给他们玩 那个时候是他们把它融合在数学跟物理里面 然后那个程式又抽又长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在干嘛 那就很无聊啊 嗯 那我带他们学是 学一些网页跟爬虫的东西 那他们就会 那我东西都是全部是开放性自由的 所以就他 我跟他们讨论说 他们到底想爬些什么文章 资讯 然后分析什么东西 从他们自己出发 然后完成整个专案 我觉得比较有动力跟兴趣吧 嗯 嗯 嗯 可是这些东西 你自己加好 你自己判断 他们有些人出了社会 真的用得到这些东西吗 还是只是说让他们学习 更能够吸收 你觉得呢 哦 这个回到 你 我把你的问题扩充一下好了 你的问题可能会比较像是 我们我们从小到大学 这些国因素 或者是微积分 到底出社会用不用得到 嗯 我我跟我跟 我差点要讲他本名 我跟嘴哥讲一下 就是我们 我们的想法好了啦 我自己会觉得 你讲本名没关系啊 我帮你逼逼啊 哈哈哈哈 我 我比较想知道本名是什么 哈哈哈哈 这是黑暗丛林理论 不要乱透露 对 不要乱 哈哈哈哈 不要乱现神 现在叫你们二选一啊 一个是透露这个人的本名 另外一个是透露你们念的是什么学校 我家好 好啦 那个我继续讲 我最近有一个体悟是在学习这些东西的时候 大家学习的可能不见得是里面的背后的知识含义 而是说我们怎么去从整个社会 呃整个你拥有的被你拥有的环境下去找到相对应的资源 然后自己去吸收跟应用 拿到那个target的score或者是呃你的achieve achievement之类的那个成就 嗯 到底是怎么去得到的 因为你换到了一个环境 可能你要的东西不是不见得是课本学习这些国因素的知识 但是你换到了另外一个知识去 那个我我认为他那个学习跟应用起来的方法是有点像的 嗯 因为这个这个我会有这个体悟是因为我有时候我在教书 会觉得有的时候学生的能力或者是卡考试成绩高低 跟这个老师不见得不见得有正相关 嗯 而是他们自己本身就有学习动力的察觉 那就是回到你你讲的就是刚刚嘴哥讲的嘛 就是自学的人他可能他本身他之后的一些成就 还有他呃真的能够达到自己目标的方式 其实比那种在学校强迫学习的人还要好的很多嘛 可是我好奇想要转回来问一下嘴哥这边 就是你当时去美国这个决定是很困难的决定吗 还是你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就已经决定好说你要 做这个然后你想要去的原因是什么啊 我好奇问一下 为什么当初没有想要留在台湾 或是想要去中国大陆 这问题好像十年前我也问过学姐 他说这是他人生梦想 人生梦想 但可是学姐 就这么简单吗 人生梦想 嗯 其实出国就至少我在这边认识的人在这边不管念硕士 念博士或者是短期的交换学生 语言学校的确有很大部分的人会回答你说 出国是他的人生梦想 那其实也算是我人生梦想 只是要看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梦想 那你刚才问我说这个决定难不难 对我来说是不太难啦 因为这就要牵涉到 呃 第一个最现实的就是家庭的财力 啊至少我家是 呃是可以供应我出来 最现实的家庭财力 等一下这句话意思是说 因为家里太有钱 只要把你送到一个 他不怕会绑架因为他不在台湾 不是太有钱啦 很多人就坦白说啦 真的来 大部分我的同学们在美国同学们 家里都是有一定的 呃经济基础 我不能说他们都超有钱 但是大部分是有经济素 但有少部分人是拿国家讲学信出来的 那也是有 但这个就是会 那你你刚才问我 难不难吗 那可能 呃家里比较没有经济 其实有人可能就会觉得哇好难哦 就是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毕竟 呃一年 如果没有讲学信的话也是花不好钱 那至少就算我的话 我也是要努力去拿奖学金 不然一年的开销实在太大 至少快两百万美金可能跑不掉 学费加生活费 你那时候去之前 你有心里准备觉得就是说 呃除了家里帮你出之外 你自己也要大家也要有个 优异的成绩可以拿到奖学金的那个 决心去美国的嘛 对不对 如果是念博士班的话 预设都是最后要拿到奖学金 不然博士班 因为美国要念比较久 可能至少四年 如果四年都是从家里拿钱 我这个开销真的是太大了 那尤其是理工科补习班 嗯不好意思打算 但是会有奖学金的 我好奇问的是说 美国读博士拿奖学金的人是不是有个限额啊 哦这个奖学金要看是谁给的 如果是台湾的政府给的话 是有限额你要去跟其他的申请者去竞争 嗯 那如果是美国的话 学校也会有奖学金 像不然是你去当TA助教 这个是TA奖学金 那或是去当RA 就是当老板老师的研究助理 那这个奖学金一般是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 学费就不用出了 那第二个部分是 每个月还会给薪水 那我当年薪水 刚拿到RA的薪水 一个月是1800块美金左右 所以其实这个薪水是 很多耶算蛮多的啊 嗯 那每个学校不一样 那每个地方也不一样 那他这个薪水会定在 刚好可以让你在这个城市 就你这个学校所在的城市 吃不饱饿不食这样 嗯嗯嗯就基本的生活开销啦 对 可是这个我我刚刚想问的是说是名额多吗 就是对他的竞争会不会很激烈 竞争算是蛮激烈的 哦这个这个问题有点大 那我稍微讲一下 你要不要策策一下 前面的学校啊 就排名比较前面的学校 他一般很多学校收学生 我这边讲博士班 硕士我等一下再讲 博士班他通常收你是 他有就是一个总额 他不会 他希望每个博士生进来都可以拿到奖学金 不管是TA或RA 所以他就是预设你进来是有机会拿到奖学金 他会收你 那如果是MASTER硕士的话 也是有奖学金 但是我比较少听到是拿全额的 那可能你加入了某个实验室 老师也会给 那这个就是要竞争的 就硕士他就预设你要自己花钱 就是了 对对对 那博士班尤其是理工科的 奖学金其实 呃都有 但你刚才问我说竞争激不激烈 其实也蛮激烈 因为你要去找教授 那你就要跟别的学生竞争 那其实博士班 我之前有一集说淘汰率是 快百分之五十 就是你刚入学的时候 百分之五十很多耶 对两三年后你可能跟你同一年进来的同学 已经有一半不见了 家豪你们两个在念就是博士的时候 竞争都这么激烈吗 都是删除百分之五十这样子的 你就会看到很多 我觉得这 国内外应该都一样 因为博士真的读太久了 而且 遥遥无奇 然后你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有可能 有的时候有些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毕业 嗯 对那就会慢慢的被淘汰啊 那有些人也可能会休学 然后再回来念也是有的 可是像嘴哥他本身没有什么 比如说家里会给他太大的压力 或怎样那你自己呢你自己在念博士的时候 家里会给你很大的压力吗 比方说 我听过有些人是 他念了博士的中间 其实家里还蛮反对他 因为 有些人状况是他不想去工作 然后他就继续念书 有些人是这样 我不是说你啦 我是说 我是工作晚回来念的啊 然后 我觉得 嗯 应该说 家庭背景 大部分的家庭背景 一定是没有接触过硕士博士 尤其是博士 嗯 这种念书的 怎么讲 这种历 这种历程 这种历程啊 对 因为少数人 他们的印象 还会觉得说你就 可能修课修课上课 你的 Degree就拿到了 可是 你在博士不是这样子 你在博士的毕业门槛是要 自己去写paper 然后conference 论文 然后最后再产作自己的 研究论文 这样出来 那但是有些地方的学制 我记得 我相信国内外都有 就是会有 老师其实是会放任学生自己去做 那 尤其是国内的教育 你放任下去 他们就不知道 自己要干嘛 就像 回来 一嘴哥一开始讲的 嗯 就是 你高压环境下 大家限制你一条路 你走久了 放任你下去 你突然间你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嗯 是很多人会这样子的 那 家庭看你这样子 嗯 那 也会在旁边替你很着急 对 因为他们也不知道给你什么建议 然后会一直问你说 对 你要毕业了没 呵呵 就变恶性循环 到最后一定会 就会很多人没有读完这样子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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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自己不是念的科系 跟你大学念的科系有相关吗 那星星亚刚才那个问题说 有些人是 就像我你刚才说家里可以 支撑经济 然后有些人就是不想要工作 然后去出国念书 这个人 这样的人其实在国外是蛮多的 但是 也会出现在博士班 可是如果是 抱持这种 抱持这种心态念博士班 他通常就是被扫掉的那50%之一 因为博士班实在太酷了 第一个像家豪刚才说 有些学校有些老师 他就不管你 他随便你做 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像我就是这种情况 老师没有给我一个题目 我要自己去想题目 我要自己去摸索各种东西 我自己有兴趣的 然后我提交我的proposal 我想要做什么 然后老师觉得 也蛮有趣的 他有可能付钱 让我做的话 那我们就合作一起做 但如果是以 我只是不想要工作 然后来念书的人 在这一关他就会很盲 他不知道做什么 他也不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因为他的动机只是不想工作而已 那通常两年后他就不见了 他可能就拿个硕士就离开 然后去工作 这是在国外很常遇到事情 可是我刚刚听到一个点我很好奇 因为我没有念过博士 你说老师愿意付钱让你做的意思是怎样 是因为你们是做比较量化的研究 所以需要搜集一些数据 还是那些数据是需要花钱做的吗 还是我不太懂这个 因为我以前在做 我是没有念到博士 但我念到硕士的时候 我在做论文的时候是做直化研究 可是中间没有什么需要老师拿钱让我去做 就是我们都是也是自己找题目自己去做 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一块我比较好奇是 呃 你是要说服老师花钱让你去做 是因为你做这个研究是需要花钱的是不是 分成两个部分啊 第一个是刚刚有提到的 因为老师如果给我研究奖学金的话 这个是要从老师的预算去扣 等于说他要去帮我付当年的学费 然后每年每个月还要给我薪税 那这是第二个 那第二个的话要看领域 像我在电脑科学领域 其实会花到的钱就是可能就一台电脑 然后或是可能会用到一些线上的服务 那是要付费的服务 或是一些需要钱的library 这个费用都相对低 但是如果你是做半导体 你可能要发展一个module 发展一个元件 这个可能要去缓光实验室 要用那些很贵的机台啊 要去外面 然后又是送wafer出去 要tape out 那这些都是钱 那第二个是老师可能会跟你一起合作 去写proposal 跟nsf要钱 或者是跟其他的foundation 研究相关单位去要钱 那就由这份钱来支撑你的研究 可能你的奖学金啊 或是每个月的薪水是由 这个foundation去付这样 哦 了解 但是如果没有老师愿意出钱的话 其实这个研究还是做得下去 但是你过的就是比较苦就是了 对啊 其实基本上可能是过不下去了啊 除非家里真的 这么惨就是了 有钱到要你一定要拿到一个博士学位 就可能就是变成是家里要一直帮你 帮你丢钱进来啊 就像我现在 因为博士 在买美股的那个感觉是一样 对啊 也是一种人生投资嘛 因为博士班对于一个人的人生 它其实可能不是必要 它可能跟大学学历不一样 就你也没办法保证你拿到博士 你以后赚的钱就比人家多 对 没错 或者是你就 哦 混的比人家好 没有这种事 因为 会去念博士班 而且可以毕业人 通常是有 呃 一个兴趣 或者是一个研究热情去支撑的 对对对 我的认知也是这样啊 就是会去念博士的人 应该是特别喜欢那样子的东西 想要钻研他吧 朝那个方向 成为一个人生置业的那种感觉 不然一般人去念博士太累了 对 所以这就回到刚刚一开始我们讨论的 我们会去念博士班 是因为我们已经对 呃 学习已经有热情了 所以我们会自动自发想要去探索世界 哦 了解 可是这听来其实蛮不容易的 因为像我刚刚才在跟我朋友在聊一件事情就是 呃 你看如果就是比如说在 电竞业已经拿到冠军了世界冠军了 或是你在面包间已经拿过世界冠军了 如果你是他们本人的话 你还会想要再拿一次世界冠军吗 这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 呃 对有些人 应该是大部分人来讲就会觉得 哦 我人生一次世界冠军够了 可是对 你们这些人来讲 你们可能会想要再拿一次世界冠军 对不对 就是你们的概念是那种 就是想要继续自发自学 想要 其实其实我不懂冠军拿多不好吗 是啊 就是 像我就会认为就是说其实 拿多会比较好 因为 如果你只拿一次的话 你的人生就会很无聊 而且还蛮多人是拿了奖以后就 往下掉耶 人生往下掉 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可是 我后来就发现说 诶 我有些朋友会认为拿一次就好 所以 这种就是这种 这种心态也蛮多的 但不是说这种心态也不好 但我觉得你们两个就是给我的感觉 就是你们会是那种 冠军可以拿很多次的那种感觉 就是念博士是不是就这样的感觉 就是 好像就是创造人生巅峰那种 那种 view 是这样子吗 我 我我我补充 不能说补充 我这样一下 之前我就看到一个梗图 就说创业跟 读博士跟创业很像 就是你就是前方 没有一个既定的道路 然后就是在黑暗中探索 然后你走 你可能会走过很多错误的道路 更专严写程式 可是在道路上 有在写 可是没有到专严 就是没有一直去写下去 就是都会碰到 对 但是一直都没有把它变成一个就是 学习 完全学习的东西 嗯 对 诶你大学有在写吗 很懂财务那一块 财务那个又算是你的兴趣吗 那个算自学 嘴哥刚插说 我刚才说你大学有在写吗 我大学有在写啊 因为我是 我是自控组的啊 哦 所以我还是要写很多自动控制的东西 那就是硬体跟软体都要碰 这是机械系的选修科目吗 还是 不是我们 呃我们 自动控制组 哦 机械系有分几个组 有材料力学啊 然后自动控制 嗯 然后我们是偏自动控制的 这一个组 所以 呃就是一些机器 一下自控什么 哈哈哈哈哈哈 对啊 就是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硬体 软体吗 对不对 那硬体跟软体之间的东西叫什么 叫韧体 就是他两边都要有一个界面 哦 你必须有软体的背景 然后去控制硬体的一些 就是比如说方向啊 或者他现在压力是多少啊 或者是 他需要现在开关灯什么啊 嗯 嗯 那这些就是很多是机械系在做的 哦 对那我一开始就在写这些东西 像是我们 呃会 我们我们自己有几个专题 比如说 很久以前的马达车 那我们机械系 就会去做一个自动自动车出来 那个时候 已经有自驾的影子出来 已经有几个sensor 嗯 对啊 我们就是在做那个东西 只是那个时候还要人去开就是了 那些sensor只是辅助我们 可能做一些判断 嗯 嗯 那还有 所以你现在其实也是出社会还是靠 这个部分在赚钱就是 没有没有没有 就后来想要多学更多软体的东西 所以就是 哦 回来台大就是 念书的时候就学更多资料学 就资料分析啦 那 嗯 后来的时代 机器学习突然爆 爆发性成长嘛 所以觉得这一块很有趣 所以就来学这个东西 嗯 那财经是自己自修的 嗯 我想要一个比喻哦 是硬体 就是尿刀 软体 是包皮 啊中间的叫做什么体 海绵体 好 那个就是楞体 靠腰 好可以不要不要剪进去 不要剪进去 不会 不会这个比喻很好 但为什么只有男生呢 甚至是女生也要补充一下 女生你补充哦 因为我们比较不懂 诶 哈哈 我们构造不懂 糟糕 我觉得我讲女生应该 立刻被黄标诶 这有黄标的吗 没有 PODCAST没有黄标啊 可是 可是女生那个就比较没有润体的问题 我比较有硬体跟软体的问题 哈哈 你明明就可以用导体绝缘体来比喻 你就要讲这个 哈哈哈哈 我不懂什么导体绝缘体啊 那是你们的课题啊 我我 我所学的东西跟你们是完全是不同 世界的东西 对啊 但是我我 嗯 但是我在硕士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是 无限的论文地域 但是比较不会说像念博士一样 没有方向 我们是老师给我们一个方向 你们是读论文 我们是要写论文好吗 哈哈 他可能要写论文 我们也要啊 硕士也要写论文 对 他们直化研究啊 我们是每个礼拜都 至少会有四篇小论文要写 那个小论文 所谓小论文是 至少二十到五十页左右的哦 就是 嗯 也有团体 然后也有个人 个人可能就二十页 但团体可能就会超过五十页 所以我那时候就写尿啊 就是 呃 写尿太夸张了吧 真的我有写尿 我有送医院果 然后就是 那时候我们一个学期才四 呃 一个学期才四学分吧 可是就很吵 因为 四学分各自是四个不同的科目 然后每个科目老师都是 上课就给你 一篇 就是可能二十页的英文文章 然后你就是回去就是要 找团队 然后来去 写一篇论文 然后那论文可能就是 呃 有的是 企划案形式 然后 企划案形式 我觉得都是 好搞定 主要是 有些事就是叫 你要再另外去找一些 植化研究 植化研究 比较多是田野调查 比方说你就是要 无正义之魅力因子研究 类似这种的 或是 要就是 要去访问各种不同人 其实也是很花时间啦 对啊 然后 团队里面一定会有诸队友啊 就是那种 放烂 什么都不管 因为他想说其他人都会cover他的 所以一定会有一些人是做的比较多 然后有些人做的比较少 那你就是很烦啊 就你又不能专心的好好写论文 你还要搞定那个人的问题 那你是那个做比较多的还是做比较少的 我刚才总是那个做比较多的 你是做比较多的 对我是那种做比较多的 很很惨 那遇到那种白烂的你都怎么 你都怎么弄他 我其实透过别人嘴去说哎 因为我跟你讲就是我到毕业的时候 曾经我跟一个女生很要好 但是他刚好就是团体里面摆烂的那一个 他还不知道他自己摆烂哦 他还觉得自己很努力 他的观念是 对 因为他的观念是认为说他提供的东西已经够好了 他认为他自己看他自己的东西是够好 他没有去看到其他人的东西 比他写的东西还多十倍 每个人标准不一样啊 对标准不一样 可是老师要的标准刚好就是 比较好的那个标准 那他的那个标准其实没有达到老师的标准 可是因为 对分数是团体分数 就是如果我们被他拖垮 那我们分数就会是很烂的分数 然后老师还会规定说 如果你们刚好是那一组很烂的 人的就是很烂的团体的话 你们还要被罚 一篇另外一篇小论文 就是大家都不想再写论文啊 很烦啊很累啊 那我们就要想尽一办法去暗示他 说他的东西 其实是 要再加强的 对 可是刚好那个女生他就是 属于一个很自恋的个性 他真的不觉得自己东西不好 是直到别的组的人跟他说 就是有无意之间 把他们组的文章给他看 他看过之后说 蛤要这样写哦 他才醒过来 可是其实是我们刻意安排的 刻意安排让他去看那个东西 然后他才醒过啊 可是很后面才醒过来 发现自己说原来自己是不足的 因为你不可能当着他的面 跟他讲说 他妈你这个文章回去给我重写 他也不会理你啊 你不是老板 对他觉得你不是老板 他觉得要讲这种话 就是教授要跟他讲 不是同主的同学跟他讲 他觉得你不够资格 而且那个女生他以前当过国小老师 所以他是 辞掉老师的工作 然后再回来就是研究所在 进修的 所以他会觉得他自己 懂得比别人还要多 可是因为他完全不懂行销这一块 他也没有念过行销学 甚至没有念过传播学等等的东西 所以他不知道就是 这个学问里面的一些研究架构 要怎么写或是 观点要怎么写会比较吸引人家注意 所以他会用他比较教条式的方法 去写东西 可那东西刚好不是老师想看的 或是老师觉得你的东西就是 从课本里面抄出来的 他不想看他想要 你写一些跟课本没有关系的东西 你知道其实 小论文题目是什么不重要 对 为什么吗 因为其实你在气管系嘛 哎不过你这是研究什么 但如果是气管系的角度来说 老师可能就是利用 让你们团队写小论文去学习怎么 去管理一个团队 这比较重要 对 对 对 可是其实 我个人非常不喜欢这样子的方式 因为你知道吗 就是 所谓团体的管理方式 你讲好听一点是 训练人的管理能力 但我个人觉得其实只是训练你的 你的EQ 那至于能不能训练管理能力 我觉得那要看你自己 本身是不是 我觉得其实管理能力 这个东西有点是 我个人觉得有一点点是 一半百分之五十是你天生有那个领导能力 另外百分之五十是 你的EQ跟你的 工作能力真的是会让同学刮目相看的 可是我觉得在学校的时候其实 呃工作能力还有 EQ这两件事情是很难体现出来的 因为尤其是在 比如说你们在做不是的时候 或是在做硕士的时候 大家都是专心想要 钻研在写论文上面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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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 真的吗 我们我们是不会吧 我们讲一下好了 嗯 让我让我问你一个问题 说不定你就是要讲那个 那如果不是的话你就再讲好不好 好 嗯 嗯 家豪你念硕士班的时候 遇到摆烂的学弟 都怎么干 你是要讲这个吗 不是 因为 我先捧我们实验室好了 我觉得我们实验室学弟很乖 他们每个都很认真 你也知道 我们两个是什么 我们两个是模拟的 你也知道他们多操 哈哈哈 对他们 对 可是你也有去做制成 不是吗 偷懒的问题 这不是偷懒 是我们的工作性质 跟其他人 比较有点不一样 嗯 对 因为他们都要进 所以缺一不可是不是 就是 他们就要进实验 他们在硕士的时候 我们的同学们 都要进实验室 就是无程式 可能8到12小时 可能家常便饭 然后我跟 嘴哥可能都在电脑前面催人机 什么什么 哈哈 我们先介绍一下 我们实验室在 我们先介绍一下 实验室在做什么好了 对 对 要吗 要不要 你说你跟嘴哥两个人都在干嘛 外面吃饼 我们在打电动啊 我们是写程式的啦 因为我们是跑模拟的 所以我们就是把一些半导体的东西 做一些参数的设定 然后再 模拟说他之后 可能会发生什么物理现象 讲白一点就比较凉的工作吗 诶没有 不一定 看起来 对 看起来的心态 啊就比较动腾滑工作 就比较凉的工作啊 但是就比较耗脑力啊 诶 其实他们也耗脑力 但他们在耗脑力的同时也是体力活 只是他们有一个比较 安全的毕业保障 哦 就是你做的东西做出来 按照学长老师的参数 他去调调 如果你劳力活做下去 通常一般是会有结果呈现的 可是如果你是做理论 做模拟做设计的 看设计出来的东西是 是狗屎娃了 那你就完了 你就继续弄 那就不一定可以毕业这样 了解了解 就你们的东西比较虚无缥缈一点 就是他要有一个标准的话 基本上还是 有可能就是 又要重来一次 一直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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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啊其实家豪刚才说 学弟都还蛮努力的 诶 其实可能是你们那时候比较努力哦 我们是有碰到 不努力的 打混的 就打混的 然后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那你怎么解决这种人 我是没碰到啊 我们老师蛮凶的 我们老师蛮凶的 有些会直接提出去啊 对 可是这次老师有发现 有些人是做的神不知鬼不觉 不可能 不可能 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要meeting 对 我每个礼拜都要报告 你都要报告说 你这礼拜到底做了什么 是一个 一个人一个人上去报告吗 当然啊 就上台报告 所以你们没有团体的问题 没有团体一起报告 我们有团体 可是 报告就是个人报告 哦就是如果你们是四人团体 就每个人都要上去轮一次就是了 应该说每个人有自己分配到的工作啊 那四个人东西凑起来 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目标 嗯 但还是会有这个问题啊 我是说会有一个人偷懒 如果那个人他在某一个环节 没做好的话 那他自己报告的时候 就会被发现 一个礼拜没发现 就会有下一个礼拜 哦 一定会被发现 因为我们的不会被发现 那个女生不会被发现的原因 是因为 对 可能每次指定队长就是我 或是另外一个女生 所以每次报告的人就是我 或另外一个女生 但其实我们的上去报告的东西 都是集合另外三个人的作品 所以有一个人如果落单的话 我还是要硬着投屏上去讲 那老师是 针对你的就是演说的内容 还有就是你们小论文呈现出来的东西 去做分数 所以他就永远可以躲在就是我的被弯之后 我觉得 我讲一下说我 呃我念博士的时候有一门课叫演算法 那一堂课期末报告是 我们要把Google的search 重新打造 重新刻一个出来 嗯 就比较像的 就是类似他的演算法 嗯 然后我们那一组三个人 就有一个人推选 然后另外一个不会写 不会写search的一些sorting的东西 然后我就全部把他一个人就全部干完了 然后在最后报告的时候 我就自己写了一段说 你就说这些是你写的就好 是对 其他都我来讲 哈哈哈哈 那老师有发现他偷懒吗 没有啊我没差 我没差 对啊我觉得 回到你问我的 回到你问的问题 我觉得 如果是学校的话 他是有一个合作的daylight 那我觉得就大家开开心心的把它弄完 结束这样就好了 但是 如果到社会 他是一个没有daylight的合作期限 我是觉得 我会直接讲 嗯 我会直接说 那如果我是老板 就会跟我们研究所的 可能教授一样 就是可能讲一讲 真的不行 就提掉啊 没差 嗯 我提供一个好了 像这种课啊 我在美国上课的时候也是会有 那我每次分组 那最后期末就是一组交一个成果 嗯 但其实 外国的教授也知道 会有 心下 就刚才讲的这种问题 对 所以有些课他会 去让每一个 组的每一个成员去注明 你负责的部分是哪边 嗯 然后更狠的是还有 最后期末 你要交一个报告 就是说 就有点像peer review 你要去review 你同组的人 他贡献度怎么样 嗯 嗯 对这种就是 呃 其他组员看不到 是直接交给老师的 所以他其实 哦第一个评分 就看你们这组最后做的怎么样 这是一个整体的 然后再从 每个人对 呃 队友的打分标准去调整 嗯嗯 对 这就可以表同组的 如果你觉得他真的很混的话 诶 可是你们打分标准 会不会有点人情压力在里面 我觉得台湾会 可是我不知道美国会不会 没有你只要不要 我觉得就不要 呃实名制就可以了 就是对啊 那个用表单的方式 或怎么样 让其他人是看不到的 对啊 而且坦白讲我是觉得 没有人情压力 因为我们上课 那些同学 除非你真的是同一个实验室 然后你跟他每天 就都要看到 不然其实 他们都别的系的 然后来修一个课 同一个课 然后大家抽同一株 他就这行课修完之后 大家不会再见面 嗯 然后好细 哦 了解 不过你做这个方式 真的比较能够 摒除掉这种 就是专门偷懒的人 对 但我 我觉得其实 这个方式也有一个小小 就是我讲的啦 就是 因为我们那个班 比较特别是 大家都是女生 然后只有一个男生 然后你知道女生跟女生之间 如果有一些 呃 应该是说 在做作业的时候 蛮多人会带个人 私人的恩怨情感在里面 所以你知道像这种 评分东西 他有时候不是因为你 做事做得好 他会给你高分 他有时候是 比如说你哪里惹到他了 然后比如说 你就指证他一些地方做得不好 然后他可能就私下给你评分 评得很不好 但明明你的东西就没问题 给他写理由啊 都不能乱写啊 那我觉得没办法 这个评分标准就是 变成 做人处事的标准 对 所以到最后是变成在打人际分数 很可怕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小社会 这个我在美国是还好呢 但可能台湾比较多 没有啊 会不会这个是科系的差别 我觉得是科系的差别 因为文科真的比较多女生 然后 我必须要讲 其实我不是有性别歧视或怎样 但我自己身为女生 我都会觉得就是 在工作上面 我真的很怕得罪女主管 或是女 就是 或是对女下属太过严厉 这件事情 呃 我们有些听众或是 是学生嘛 然后有些是 已经是上班族了 那 他们有些人是 本科系出来 然后有些人不是嘛 那你们自己在 工作过程当中 你们现在有觉得 大学时代 然后研究所时代 跟博士生时代 学的东西真的有 百分之百应用在工作上面吗 还是 其实是没有的 百分之百 我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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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尖段的 我不知道其他理工科怎么样 但是我们念资工相关的 几乎八成到百分之百都用得到 哦 真的啊 嗯 一开始新西亚有提到我是物理的 然后加好是机械的 对 然后后来我们两个都变成在做 电脑科学 对 但在电脑科学这一块 其实在学校平常就是coding 然后去上班也是coding 所以你在学校学到的coding 就是你在用这些拓 上班也是用得到 只是差别在于 在学校你可能是自己的计划 可是你上班的话是要写一个 呃 要productionize 中文怎么讲 就是它是一个商用的环境下 嗯 那这个城市它robustic 就是它的呃 坚固性耐用度都要比 在学校的时候还要更坚固 因为有东西不能随便坏掉嘛 如果是一个amazon购物系 然后突然坏掉 那你就完蛋啊 一秒好几万 好几千万美金的损失 所以是中间会学到不一样的东西 可是底子是在的 所以说你在学到学到的东西 的确在工作是用得到 但是机械 我想你比较好奇的可能是大学的时候 机械和物理这部分 因为 对啊 我一直很好奇说 物理系出来到底能干嘛欸 然后还有 机械系我知道 但是物理系我真的不知道能干嘛 因为对我来讲就是 物理的东西很像 哲学 物理出来可以当物理老师 然后呢 还有 你不要乱讲 你不要乱讲 还有当第二个 爱因斯坦这样子 好不然我讲一下 为什么当时 选物理好了 因为我记得你之前 反刚有说 为什么当时要选这个可惜 对啊 好 这物理啊 其实我那个年代啊 大学联考考完 志愿是造田的啊 坦白说 我当时也是这样 第一个 就电机 第二个 职工 那第三个我是选物理 那有些可能会选化工啊 或选 我不知道 机械 哦 都有可能 那我当时我是写的 我是电机 职工 物理 那电机 我为什么勒 第一个是因为 大老板都念电机 我想要发大财 感觉念了电机以后 就可以发大财 然后第二个是职工 职工就我们刚才说的电脑科学 哦 现在可能 就国外叫电脑科学啊 台湾是职工 因为台湾职工 如果没记错的话 还涵盖了一些硬体的部分 但是国外如果是做software 电脑科学就是 比较纯软体 嗯 那 如果是职工的话 因为我 可能跟新西兰一样 还蛮早就开始接触电脑 我可能小学 那时候小学还是4860代 然后还是要round dose 然后我 国中高中也有接触一些城市语言 嗯 我想说 这个那时候有在接触 所以还蛮有趣的 而且又是资讯时代 想说 ok 那我就填职工 啊反正也没上 那第三个 重点是为什么选物理 不选别的勒 我当时我表哥在 清大物理 他混得不错 他跟我说我跟你讲 物理系这个科系 能趋能深 趋的部分 毕业的出入算被电机系屌大 但是深的部分 就是我们研究所打不过他们就加入他们 所以我们物理系 什么都学最基本的 我们要转资工 像家豪现在也做电脑科学 要转电机 然后家豪你现在是什么博士 电机博士嘛 对不对 而打不过他们就加入他们很简单 要转领域 这是为什么我们选物理 而且我跟你讲 其实物理转电机是很容易的吗 物理转每个系都很容易 哦 所以其实物理是所有的理工之本啊 他什么都要学 哦 就是像气管一样就是 也是什么都要学 但是出去可能就看自己 都不容易 转什么都不容易这样 对 就是 什么都要学 但是出去 就是很容易被打枪 去银行也被打枪 然后去 学人资也被打枪 我告诉你为什么 气管跟物理不一样 虽然你们都是什么都学 因为我 差点要 呃 我差点要辅系气管 因为我有很多气管系的课 差别在于 物理系什么都学 但他学的都是 每一个科系 他们工程领域 那堂课 最基本 最硬的 哦 基础科学 所以我们会知道 哦 比如说 嗯 呃 流体力学好了 啊流体力学可能太难 呃 比如说 那叫什么 干 热力 热力对 那我们是叫热力没错 可是你们不是叫 你们叫热力吗 我们叫热学 哦 我们叫热物理啦 然后我们 我们热物理可能学到就是 热力基本的那一项 啊我们再去念热力 我们就很快可以衔接 嗯 可是现在气管 它是 每个都只学 最简单的部分 嗯 它并不是去学 理论的部分 比如说你们有修经济 可是你们经济教的比 经济系还简单 对啊 可是我们热物教的比热力还难 就是有数学转系的人过来 我们念经济都考一百分 神奇 对啊 那这是为什么我要去上 气管服系啊 因为我物理系的 有成就感就是了 我大一大二很混 所以我成绩很低 可是我要出国 啊那个成绩要拉上来 我就去 我就去气管系补充一下啊 你把气管系当通试课程再上就是了 对 好这样讲 可能对气管系的同学不公平啊 但是 我大三的时候 我能理解 因为就是 只要是理工科系的人来 服系我们气管系的人 就吊打我们啊 我大三的时候 呃我的宿舍对面 他们就是气管系的 呃一群男生 我们是男女分数 现在就以前 然后我们每次 呃 期中考或期末考前一周 然后我们物理系后念书念也要死 然后靠一科可能要念一个礼拜 嗯 就真的有在念书 他很多人没有在念书啦 但是气管系他们考前一天 都还在打练动 然后后来我去修了气管系的课 我诶 诶我考前一天 要翻一翻 哦交给老师100分 那差很多 对啊 对啊 就你们的脑袋是可以完全 理解我们的经济这些东西 经济会计好像对你们来讲都很简单 有没有到简单啊 其实会计经济或者是统计到 比如说高等统计也是蛮难的 统计蛮难的 因为很多机器学习的东西 其实是统计学而来的 哦 而且统计可以难到 靠北我妈不知道老师在上什么 对啊 统计对啊 统计我以前真的被当的很多次 我无法 我真的跟数学完全无缘 诶可是 那家豪这边呢 哦对 机械系 机械系在玩什么 对啊为什么你当时选机械系 他是想问为什么要选机械系 嗯 从头开始啊 为什么选机械系 也是 也是从自愿开始分下来啊 可是那个时候对电机 或者是其他物理完全没兴趣 就是 对机械有兴趣 因为我自己是比较 想要制造钢弹 我是比较喜欢动手做的人 那当时 就是会选择一个好像摸得到的东西 所以我就选机械系去念 嗯 但是没有想说他是不是个会赚钱的 没有从来没有想过 哈哈哈哈 对我好像大家在选科系都比较不会想到这个耶 我比较现实是不是 因为很 因为我真的认识很多人他们在选科系的时候 其实不会想到说 哦这个以后会不会赚钱 可是是一直到毕业或是 大学快毕业才会想到说 靠我念一个这个 那出去要怎么找工作 他们不用想到啊 他们父母帮他想就好了啊 父母帮他想说 诶这个科系可以赚钱 诶这个真的很一阵戒险哦 没错 像我们都是那种就是 人生一直被父母决定下来的 然后 等到我们出了社会以后 我才深深的觉得英文才是最重要 其实他什么屁都不是 真的我现在就是这样觉得 因为我其他所有的技能 都是在我工作时候学到的 就是完全跟家豪不一样 他说他都有几乎都用到嘛 可是我是 我在气管系学的东西就是完全用不到 然后我在 世心念硕士的时候 我也完全都用不到那些东西 除了广告 这个这门科系 还有就是行销这门科系 有用到一点点 可是也没有很多 我其他全部都是在实作上面用到 所以我后来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 靠我就去念个五专就好啦 干嘛还去念大学研究所 就没有用啊 真的没有用 对 但我觉得我讲这个不是要那个啦 就是不是要听众觉得就是说 诶你已经 正在决定要考大学 然后还跟你讲说没有用 我觉得应该是不是就是 可以跟大家 就是你们两个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就是 你们觉得 你们现在看啊 如果你们现在要建议人家就是 在台湾学子要 学物理或是学机械啊 你们有没有建议他们 还可以再去专研其他什么学文 可能对他们以后工作会比较有帮助 以理工科就是来说好了 如果没有要读很多书 至少硕士念完的薪水比较高 就这样 CP值比较高 很现实 你觉得硕士念完薪水有比较高哦 高很多 硕士CP值蛮高的 阿博士CP值是负的 对对 应该说看了 可是你现在看趋势是 你觉得机械系还是值得念的系吗 只要是理工科系 都要念上去 会比较好 那他问你机械系值不值得念 所以我刚说理工科系 你说机械系 跟其他科系吗 可是 你为什么背叛了机械 你为什么转头电机了 对啊 没有那个时候 光电不是我们学校的第一 第一志愿吗 风往哪吹你就往哪倒 对没错 风往哪吹我就往哪跑 但是你也是就是 反正就看那个时候好像 做电机比较有得赚是不是 也不是耶 那个时候就是想去台积电 设计券券捐 设计券券圈 那一样耶 也是为了要赚钱 不是为了要赚钱 那时候就是为了名声 要名要力就是 先去台积电洗一波履历 对先洗一波 然后出来不知道干嘛 但是你那时候 去台积电洗一波履历 是有在替你的未来铺路 还是你也只是就是觉得 哇进去台积电好像很叼 但也没有想说他会洗你履历这样 对啊也没想那么多啦 反正就先去 然后去了以后有后悔吗 还好耶 还好 对啊 觉得反而是对你人生很大的帮助就是了 觉得就是有到大公司学就还不错啊 就有学到蛮多东西 那你会劝大家说 如果要进台积电需要有什么样技能吗 这次劝完就可以进去的事吗 我是不太晓得 就是在我们节目上面 总要有一些还不错的完结你知道 因为前面已经讲了很多闲聊 你要完结了 我觉得 不是才刚开始吗 就是大家总要听完以后就觉得 哦对好我们就听史塔克的话去念这些科系 可能我人生终于有方向了 没有啊就是我觉得台积电除了你的学历之外 再来还蛮重视软实力的 就是你要怎么去跟 你多软 我这么软对 反正就是要怎么去好好的学习 就是我们一开头讲的嘛 你碰到一个新东西的时候你是怎么去面对的 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是怎么去突破这个阻碍 然后你怎么去听过合作这些东西 都是我觉得台积电蛮重视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它蛮美式的啦 我听到跟你相反了 你刚刚讲的这一段就是所谓的人际关系处理啊 这很重要这是其中一块 这各行各业都需要吗 可是我觉得台式很不注重这一块 台式企业很不注重这一块 他们就上你加班做完就对了 我听到台积电的 就对于台积电的想法刚好跟你相反了 然后我听到的我的消息来源是 在美国intel做了好几年 然后后来前两年被台积电挖走的那群人 然后现在那群人又要离开台积电回到intel 他们觉得台积电就是一个贯老板的心态 会不会是因为那个 你会不会觉得是定毛效应的关系啊 我不知道因为他们 有可能哦定毛效应有可能 因为对他们来说 他们觉得台积电好像一支军队 就是由上而下 他们都是top down 没有什么button up 然后上面样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然后你的意思就是说 这些人他会回到intel是觉得 回intel感觉比较有主导权 但是在台积电就有点像是 做牛做马的狗 可是在台积电 你在产线上本来就是top down啊 那他们工程师啊 我的意思是 我的工程师也有分rd跟产线端啊 就是如果你是生产端的工程师 本来就是应该top down 我是这样觉得啊 你去看当中某的一些防探 但如果你今天是rd 你要做research 我觉得你button up是ok的 可是你今天就是要充产能 你就是要充两率 我觉得是不可能 对你说的没错 我觉得你的角度是从公司自己的角度 还有台积电成功的角度来说 但是他们这些人不是 就公司的成功共有屁事 我他妈要那个life work balance 我不要在那边做牛 我不要加班 所以就是为什么intel被台积电屌达 那如果以你的角度 台积电会有今天的成果 的确就是他们run的这种 呃这种模式 这种企业制度导致 可是我必须说我也我也没什么加班啊 呵呵 那你比较优秀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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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是刚好是负责任体那一款 不是不是不是我也是 那他不是任体 不是我也是产线端 这因为我觉得 嗯 我们很多东西是可以在 如果issue没有很多的时候啦 对啊有些部门的确是可以早点下班的 就你赶快把事情做好就好了 但这种日子是多的吗 你确定你真的都没有什么加班吗 真的啊 我我们那个时候 有一阵子台湾的下班时间 从6点改到5点半 我就诶5点半了 然后没有人敢走 我就把背包背起来 我就说要走了 诶可是好 可是回来我还是要跳回来 就是说你觉得进台积电 你是说就是 至少理科要念到硕士 才有办法进到台积电的意思 没有全部 反正是99.9吧 我也 我也站公司的 所以哥也认同这个吗 哦这个美国半导体的环境 跟台湾不太一样 不然先听家豪怎么讲 他说硕士的部分 我觉得台湾 我觉得台湾跟美国有一个 比较大的差别是 呃在台湾学生时代的portfolio 比较没有作品级的呈现 你应该是要讲这部分吧 而且每个人都念硕士 你不念 你的竞争力就低了 最好在学历这一块 但是在美国 会有很多portfolio的展现 是关于你个人程度的高低 你怎么让公司看到你这个人跟其他的不一样 但在台湾大家都差不多 因为大家都是一样的模子刻出来的 所以为什么最近台湾在做108课纲的改变 就是要让大家从小开始做学习历程的部分 但这个又有很多人反弹 就有人说 哦我就说一个联考定生死这样最公平 公你妈啦 是啊是啊 对 可是可是 哪里不公平 虽然你说公你妈 但是还真的蛮多家长会觉得 好像 因为他们不想懂那么多 他们觉得最好我懂就好了 他们觉得这样最公平 但是我觉得人生本来就没有公平课言 对没错 是适合你 你适合走什么样就去走 因为其实要说一试定生死有没有拿掉 其实完全没有完全拿掉啊 大部分的学生还是去考试上去的 现在增加的是 如果有各式各样的才艺 或你的portfolio 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它是增加那条管道让你去走 嗯 可是有些人会 argue说 我觉得好像也有一点跟整个社会文化有关系 就是我们亚洲社会好像就一直认为 学历伟大 跟韩国日本也都一样啊 所以就会 其实美国也是 管说108课纲联考什么的 如果你基本的想法对于找工作 还有未来成功 这个定义 就是觉得学历伟大的话 学历是基本的话 那基本上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啊 不管你要改什么教纲 改什么东西都是一样 应该说会有不一样 是因为改教 改课纲的意思不是说 里面教的东西不一样 是很多入学 你升学的管道跟思维会有 慢慢的会有一点差异出现 因为其实台湾跟其他国家比起来 我觉得我们相对美式 美式许多了 我们的文化跟想法 跟美国人其实会越来越接近 嗯对比较开放啦 如果你去比 如果真的有去人 去比对日本跟韩国的 或者是中国大陆的想法的话 我们是相对 相对于开放许多 尤其现在年轻的家长 嗯嗯嗯嗯 这蛮同意的 那现在小朋友高中国中 他们选修课比我们以前多太多了 嗯嗯 因为像学习历程这个东西 还有很多 学习历程这个东西 你记得新西亚上次跟我去录音室吗 不是遇到一堆18岁的小朋友吗 是啊 我那时候就直接 我那时候就问他们 学习历程的问题啊 其实他们自己是不反弹的哦 我觉得这一点蛮不错的 就是 还是有一些小朋友 跟我想象中不一样 我原本以为他们的反应会是 哦那个不好啊 我不想填那个 好累 嗯 但没有 他们回答我的都是那个不错 可以更了解自己 我想说 看这么官方的回答 可是我从他们的回答 要觉得不是关强 可是我觉得他们其实 在我眼中也相对比较早熟 就那四个女生是 感觉个性上也是比较积极 没有 对没有 对他们没有关强 我就觉得 嗯其实还不错 对啊他们没有 对我会 我不会觉得以为他们 我不会因为他们不是考到台青椒 就觉得他们不好 这反而这种 思想开放的 就是 学生或者是 小朋友越来越多 我觉得对台湾是有帮助的 嗯 对啊对啊对啊 我认同 我认同你的观点 工作到现在 跟你们过去学习的东西 我很好奇地问 如果今天能够 回到大学时代的话 你会想要做什么事情 来密补你的遗憾 你有没有什么遗憾 或是你想要跟大家讲说 在大学时候 一定要做什么事 等一下 你说你要结尾了 结果你问这个问题 这是结尾的问题吗 这问题是个好问题 是一个温馨的结尾好不好 这是 这是 未来两个小时 要讨论的问题吗 是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的结尾啊 这样还可以再做下一集 好我们距离结尾 还有一个小时 来家好 靠腰 你们有那么多遗憾吗 我还好耶 你先讲 我的遗憾啊 我好 我讲的比较 我不要乱歪了好了 我遗憾 就我刚才有讲过 我大一大二很混 我遗憾就是我那两年 都在混 都在玩 当然说玩没什么不好 因为 有时候人生就是需要去 把该玩的东西挽掉 你才会回来检视 自己要的东西是什么 刚刚我们有讲到 我们 很多人大学毕业之后 然后没有一个 强迫学习的环境 他不知道要干嘛 但对我来说 我是高中 那我高中 因为也是强迫学习嘛 就是要联考 你要考试 每个礼拜 私立学校 都把你安排好 80到 都把他考试 然后我们还要从 我们下课是五点多下课 可是我们学校是强迫留到九点 每天 就高三的时候 国三也是 所以这个你一天的 schedule 学校都把你填满了 那你没有自己做自己 事情的事情 可是一到大学 OK 妈的俏科 好 就是打电动打一整天 就你有一点像那个 就是橡皮筋拉紧 然后忽然松掉那种感觉 对 然后去玩团 然后就是玩band 可是你大三大四有回来是怎样 是忽然 危机意识这样 教学 我是大二开大二下开始觉得 OK我现在要重新开始把书本拿起来 好好地念 因为我前面都成绩都蛮差的 有时候被当 然后不然就是六十分过 六十几分过 然后后来我就想 这样好像不太行 就是自己开始意识到 要重新学习这条路 要重新开启学习这条路 然后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在玩 那时候会觉得玩的东西比课本面的东西有趣 但是电动打了一整年 打了两年 我觉得电动好像就这样了 好像没什么新的 大家好像大学时代都这样 对 直到魔兽世界出来之后 然后所以我就想说 好那我们再把书打开 我专心的去听老师上课讲的每个字 我把它听懂 然后后来发现 诶其实电磁学也是蛮有趣的 然后这个量子物理也很有趣 当你听懂老师在讲什么时候 当你肯花时间去一个字一个字看原文书 让他看懂到底物理在教什么东西的时候 那我就重新点燃我对于物理的兴趣 那是这样啊 像刚才有提到 你这段话好励志哦 要哭了 然后我就先讲认真的 然后歪楼的后面一个小时来讲 所以你刚才有 歪楼就在开一集讲 这是遗憾的事 像你刚才有问家豪 为什么选机械系吗 选物理系 我觉得在物理系学到什么 因为走进来物理系官 上T堂课你就知道 这些东西都非常理论 所以你毕业之后其实用不到 所以物理系要去学习 怎么把这些东西学到的理论 应用在未来的 不管做什么工作 好像有一句话叫做 受人以鱼不如受人以鱼 你要给别人鱼不能给人家一个钓竿 但物理系是这样 物理系是把你的钓竿折断 叫你自己去把钓竿做出来 自己去砍树 做的东西从头开始 所以我们就要去学习 到底要怎么把我们学到的东西 拿去做应用 其中一条路就是 转去电机系 但物理系 大家可能会觉得太理论了 能当老师 当老师也不错 暑假可以放 但是你知道 物理系天花板很高 现在世界首富是谁 世界首富是谁啊 我现在不知道谁 马斯克吗 我要Q处好 马斯克啊 他就物理系毕业了 所以比如说马斯克搞什么 他又搞在大脑 又接那个电机 要去遥控人家大脑 然后又搞卫星 不是又卫星 又搞火箭 然后一开始是搞 金融支付 就是PayPal 然后还有Tesla 电池这些 所以其实应用的层面很广 所以在物理系的时候 你要学会的是 怎么样自己去学习 那我们在物理系 那这样听起来 你也没什么遗憾啦 你就只是大一跟大二 比较就是书念的比较混 然后你会觉得 如果当时有好好念书的话 现在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是不是 没有这是 这是念书的这部分 然后 然后开始歪柔 是不是 遗憾的话 等一下 你让家豪讲一点话 我好奇问家豪 家豪那你有什么遗憾 我比较想听他讲 不过没关系 没有我现在是好奇你的主持人 诶主持人是我 我指定你 好啦好啦 我觉得 因为我跟他相反 我其实大一的时候 我大一大二其实没打什么电动 我都是看别人打电动 那个时候魔术世界刚出 然后我们的戏上 有 大一念完 有十个人被双二一 就十个人就被退学了 双二一打电动 才过两个学习就用完了 对我觉得超屌的 我大一大真的没打电动 然后就是都在上课修课 然后 然后但是我觉得 后面比较有遗憾的事情是 我觉得就是在专注在 可能不是说都在念书 是我会用比较少的力气 然后得到比较好的成绩之后 就这样就好了 我还记得 我永远记得我的大二 我的学分只有十六还是十八 就最低 我会觉得就凉凉的 我其他事情就去做 我自己想做的事 比如说看动画 或者是打篮球 对然后社团 十八这很低齁 就就就我就跑最低 我跟你讲我那场 我十六还是十八那一个学习 我还有修中文系的课 然后才塞十六十八 这就是遗憾要开始了 对然后 前面铺成那么久 现在才要讲遗憾就是 遗憾遗憾遗憾是什么 遗憾就是为什么要去选文学院的课 为什么不去选管学院的课 原本的目标没有达到 等一下可是以前我们文学院的学生都比较正 我没有 这就是为什么要学中文系的课啊 啊结果又没拔到 对 都浪费了 所以你的遗憾是没有追到想追的女生 也没有我都乱选 乱选 那个一点都没有遗憾啊 我觉得遗憾是真的以现在来看 没有多用学校资源去选一些有趣的课吧 你该不会是学易经那堂课吧 钱为天空为地那个 不是忘了忘了有学什么课 易经在我们学校很有名 等一下你们学校还有这种易经通试课 那不是通试课那是正课 那正课哪一个系的课啊 中文哦 就中文系啊 中文学院哦 那是选修正课 你是因为要追妹所以才去选还是 没有啊 那时候无聊不知道为什么就去选 就一个人跑去选文学院的课 那你有过那堂课吗你有 有啊还好啊 真的假的也太神奇了吧 竟然有这堂课 那你这样讲的我现在google去查 就知道是哪间学校啊 很多东马有开台大的马有开 郑大也有啊 对啊什么 他那郑大没有误语期 我之前好刚才有提到一个遗憾吗 就是他没有去 广泛的学其他科系的课 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啊 而且他都说他就是学一个最低标 他没有在台大 因为我在台大我有做这件事 我有去 我就把每个学习系我就点开其他系的课 然后一个一个看 然后我觉得好玩我就会去听一下 嗯嗯嗯 所以你的你的遗憾反而是因为太广了 然后你可能不够深这样子 我觉得这也是我的遗憾之一 我现在回头来看 哦我应该要去上法文系的课 所以要放上双组收法文 你们跟法文系名就很好 这样就可以不用去美国念书 你是去法国念书 对说不定我就是法国 因为我觉得法国蛮 蛮多文化可以看的 就蛮有趣的 啊如果我会法文的话 很多东西变得很方便 嗯嗯 像他他刚才说他什么 十六学分 我大二下开始 我都每个学三级 可是如果你去学法文 你就只有在法国可以用啊 或是在瑞士那 呃瑞瑞士那几个国家可以用 但是其实用的地方不多 西非也可以用啊 可是他们法文系 其实英文都讲的不错啊 所以 因为语系都差不多 我觉得学西班牙文 倒是我会比较推荐 哦这个这个我不推荐 我的确有学 他就是他就是学了西班牙文后悔了 真的假的 可是我我觉得西班牙文非常好用 诶 我觉得很好用 那是因为你的客户刚好在南美啊 啊可能就是我想要去的地方都是在中南美 所以可能我就会觉得学西班牙文很好 对而且因为我出差的地方很多都美国嘛 那我就觉得在美国用西班牙文其实还蛮不错的 就是可以跟一些 没有就是你要去跟那些装修工人打交道什么的 我觉得其实讲西班牙文会比较好 蓝领阶级的人对会比较好 讲西班牙文会好像比较亲近一点 嗯 有我有跟他们讲西班牙文啊 就前三句 然后后面我就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了 因为他们讲得很快 他们又会连字什么的 因为我太太久没讲了啊 又学一年多 然后没在用就忘了 可是这就感觉有点像是 呃我们从小没有学过台语 可是如果你忽然比如说像我以前是台北的学生 那我我我嘉义是在念中正大学的时候 我们班上有一半以上人都在讲迷南语 你想跟同学融入的时候你还是得学迷南语啊 对啊 那那道理是一样的啦 哦有人要解吗 走开 你可以结尾 你可以结尾 我们可以结尾吗 你不让我讲我的遗憾 我话太多了 对你自己分享一下你的遗憾 没有啊 其实我也是跟你的遗憾差不多 我觉得我应该学校不要玩乐那么多 我真的是大学四年都在玩 没有好好地学习 但我唯一 我觉得我最遗憾的就是 我没有好好学习财经这一块 其实大学有很多机会可以学习财经 然后还有读一些理财的东西 那个时候我没有我没有去学习这一块比较遗憾 这是唯一遗憾 然后第二个遗憾是没有好好学英文 然后因为在学校不太需要用到英文啊 但出了社会每一个工作都需要英文 然后我是出了社会才开始那个 所以我现在就觉得 诶 如果大学时期这两科 可以让我专心念的话 我觉得我应该不用那么辛苦啊 应该就是像那个史塔克一样 就自己搞一个工作室 然后自己分析那些 这样很辛苦好不好 你在讲什么 可是至少你就是会比较避 你可以去趋吉避凶啊 就是 有吗 有吗 你的不是机器人都可以帮你趋吉避凶吗 至少啊 要新做才可以吧 是这样子是不是 所以要下辈子投胎当双子座 没有 其实我刚才不是 我觉得我的遗憾不是学习不够 我觉得我是 第一个 像我刚才讲的是 我那时候没有认真学习 这是第一个 但第二个是 学的不够广 加好讲了 然后第三个是玩的不够广 因为我花了一年多都在打联动 可是其实有更多好玩的东西 但我们那个年代没有像现在那么丰富啦 对啊 我觉得现在可以玩的好像又更多了 对啊 现在玩太多 因为现在资讯太发达了 可是可以学的也更多了 对对对 学的也更多 我觉得跑回去学校看 真的志愿多好多 羡慕嫉妒恨 对啊 羡慕嫉妒恨 那我没有玩的不广的问题 我就是玩的都很广 所以我没有那个问题 不还好 对啊 很遗憾以前不够杂 玩的不够广 物理系可能没得玩吧 就只能靠嘴巴念念 没有 他们跟发文系很好好不好 他们很多都玩发文系 那我们物理系都风流替堂了 很多都玩发文系 真的啊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内容 真的啊 这样不够广啊 发文系不够 要南瓜所有 要德国 德文 我们没有德文系 德文意大利文全部都要 我们到底念哪 已经渐渐的浮出台面了 笨要讲了 对啊 限手给太多了 我们有德文啦 还有那个阿拉伯语 这样一听就知道了 我来猜猜是不是政大 对对对对对 政大机械 我之前 我大学真的有跑去师大 就是 最以前高中喜欢的女生 我就跑去 师大中文系修课 然后他们问我什么系 我就说我是机械系 然后我想了一下 我就说 师大有机械系吗 结果有 有啊 他不就在另外一个校区吗 你们不知道啦 没有 真的有 他们真的有机械系 师大真的有机械系 你看我都不知道 对不对 不知道 你以为师大就是培养老师 出来的学校啊 其实不是 其实后来他们 也渐渐的不是培养老师 出来的学校 但是他给我的刻板印象 是这个样子 对啊 给大家的 以前啦 你那个年代可能是 是 我那个年代是啊 就是专门 生老师的出来一个学校这样子 对啊 对 但我不知道现在竟然有机械系耶 好像有很久了 我那个时候也是觉得很好笑哦 因为我讲完说我是机械系 我就 补第二句说 啊你 所以师大有机械系哦 哈哈哈哈 啊结果 我觉得我们下一集应该来开一个什么 就是 除了就是延续遗憾这些事情之外 还 来讲一些 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会存在的系 没有啊家豪还没讲完他的遗憾啊 我不是讲完了吗 你去了师大啊 这个这件事是遗憾吗 他遗憾就是十二星座没臭满啊 靠腰 他追那个女生啊 他都追到了没 没有啊 怎么 遗憾吗 遗憾 还好啊 哪个女生啊 是你之前节目上面说的一个什么四十座 没有从来没讲 从来没讲过 有啦 节目是 说师大这个从来没有讲过 对 哦师大这个没有讲过 那你可以在我节目上讲啊 他他可以凑满十二星座没追到的女生 哦哈哈哈哈 可能 有没有算一下 抽抽抽不太说 抽不太出来 可能都会都会变同一个有没有 哈哈哈哈 都是十字座 然后每次都找十字座 哈哈哈哈 你都卡在水瓶座啊 不是四十座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看胸 水瓶座让你很卡 哈哈哈哈 你敢结尾 嘴哥嘴哥一定非常不选 那各位听众刚刚已经听完我们各自遗憾了 不知道你是不是对大学时代也有自己的遗憾呢 那最后我们来 让就是嘴哥还有史塔克各自介绍一下 他们最近想要推的节目哦 史塔克你先 哈哈 我们明明就是要让嘴哥介绍 就好了 那不是我们介绍而已吗 好了 反正都cue你了 你就介绍吧 你介绍啦 我们要准备 你不是要各自介绍 那我重录 等一下 那我这段重录 那我这段重录 完了 主持人喝醉了 哈哈 我今天真的喝了两杯Var Club 没有骗你们 哎 等一下 那我要从哪里开始接 我刚刚讲到哪里啊 没关系 我就直接讲了 反正你就 刚才那段剪进去 OK 还蛮好笑的 哈哈 好啊 那 那让嘴哥来介绍一下 那我的 我的节目名称是达特嘴尔利物炮 我自以为它是知识型的频道 那我每一集会介绍一些各个领域不同的知识 那我没有设定一个领域 就是什么都会讲 那我们达特嘴尔利物炮有一个系列叫做布朗运动 主要是由我跟家豪 新西亚之前也有上过 那我会找不同人 那目前常住来宾是家豪 那我们会从一个主题开始延展 然后随机的发散到不同的领域或主题 有时候会做深度的讨论 有时候不会 就随便乱讲 可是 我是觉得里面还包含一些知识量在里面 所以 有兴趣的人可以到我们的 到我的频道达特嘴哥第五炮 那另外一点是我觉得还蛮好笑的 也可以在我的频道下方有连结 我会直接放嘴哥的连结 然后各位听众可以点下去 就是不要忘了关注我们两位 还有施塔克实验室的频道哦 那今天其实聊的也有点久 那各位听众我们就今天结束到直接啦 拜拜 拜拜 拜拜